高端才开打两天就惊传四人不幸猝死 在一档炮轰 高端简直是拿百姓做第三期人体实验 现在出了人命竟然去怪罪 人家原本的身体做不好 蓝军也要求在厘清死因前 应该要全面暂停施打高端 两天内四人猝死 政府说是因为有人太胖 有人吸毒 有人是糖尿病或高血压 在一档痛批 难道是要百姓当白老鼠 还嫌老鼠不够强壮 陈叔他们就讲说 他过去有病 有什么高血压 可能是心肌梗塞 甚至还传出来说有吸毒 类似这样 台湾有高血压的508万人 四分之一的人有高血压 那是不是他都不能打 都不能打疫苗 吸毒人有26万人 那是不是26万人也都不能打疫苗 你就讲清楚 你说对不起这些人不能打 那你事先不讲 不幸猝死以后 你又说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你就叫人家怎么能够相信 蔡英文脸书被灌报 网友都说我怕爆了 吓死人了 这种国产要我拿命挺 真的要活生生变实验品吗 打疫苗想保命 但现在却怕没命 在一档要求 没确定高端安全前 该全面停打 打完疫苗以后 你本来就要往生了 所以就把它规则在疫苗上面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 再打个两三天 就四个人往生 这个疫苗没有问题的几率很小 我觉得听打搞清楚又再来打 你现在把台湾人来当你的 第三期人体实验 所以当然要非常的介慎恐惧 因为你都没做这些东西 没有做这些试验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应该停 停了也去真正了解原因 开大两天高端争议 全面浮现 安全性不厘清 这回堵住全市 百姓的命